记者刘丽人台北报道,中华电信,台湾大哥大,远传电信5月份掀起499之乱,至今仍有网络传言电信业者推迟到宝弹限制上网速度,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,NCC,今天公布调查报告,确认并未线索NCC针对三大电信业者实施行政调查, 就其申办499方案及其他高资费上网试道宝方案用户,随机抽样门号进行合约检视,并依据3GPP,The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,发布之技术文件,甚是个业者机房系统中有关用户最大下载速率,网络资源分配优先度等各项参数设定调查结果为, 将499上网试道宝资费方案和业者推出699,1399,1799,2699或相近几句至上网试道宝资费方案相比较, 未发现与其他高资费方案有网速相关参数设定之差异, 用户签计之合约无特殊注记或不同网速条件,系统参数未有类似线索吃到宝,如限制最大下载速率为21M之设定, 对于房间有人持不同方案SIM卡,手机,连线测速网站,呈现不同网速情形,NCC指出, 即使电信业者提供用户行动上网服务设定相同, 因为行动网络非固定网络,用户可自由移动, 需与其他用户分享机地台无线资源, 亦受环境干扰影响,包括地形地物阻挡,同时间使用人数, 中吨设备规格及其他外在因素等均影响连线上网速度, 所以方间以手机连线至测速网站读的指连线速率, 指该手机当下通信环境连接至特定网站之连线品质, 如果多只手机同时经由同基地台连接相同网站进行量测, 自须分享相同载波频率及连线资源, 上网速度自然有所差异。